我挑剔一点看它的盈利 我们用半年计算来做一个划分 虽然现在这一趟中期业绩派到出来 增长有17% 比之前今年早段时间 都是没什么增长 我们看回2018年的上半年 其实增长都有24% 看下去感觉又好像放缓了 我只是觉得增幅看来明显放慢了一点 因为像我们所说去年的 去年18年对比前一年的上半年来计算 都有24%的增长 今年的期价价价价是1.7% 可以说是慢了一点 但以额度上比 大家在版面上都记得到 其实过去这几个半年 是慢慢有些转向的意味 由去年下半年赚21亿 到今年上半年赚27亿流上 其实是有个少少上回来的一个活乱间局 还有我想始终有个变幅 就是升多少跌多少呢 始终也要再牵涉上去 就是对上那年 究竟它的基数是高年低 如果2分100年上半年 为什么按年来说 有大概两成多的一个增长呢 因为始终17年的数据 不是说上半年 而是17年全年的数据 其实当时是比较做得危一点的 特别是17年 其实当时整体的全年 那个毛利率突然跌到只有三成 对比过往三成多 以四成来计算是明显了下去的 所以很明显是那一年的盈人量比较差 令到基数低了 所以那个增速才是明显得多一点 但是到了这一刻来说 也有大概1.7-8流上的增长 我觉得以一只公用股来计算 其实不算是一个太慢的增速 所以表现来说 其实也相对比较合适 好了 说得公用股 大家当然去看看派息了 这一趟派息是10.7先的 如果用总额来计算 其实就升了12% 但是如果你计算派息比率 都是37% 近年你见到它都保持到 这个派息比率 现在计算的股息率 大概是5厘左右 我们拍下去其他同业 都是履近的一些股份来计算 你看到光大水贸 3厘息 中国水贸4厘 其他东方环保低一点 2厘息 但是中通环保都给到5厘息 拍下去 给了这个派息部分 算不算吸引呢 其实都算挺好的 你这样就眼看 虽然不是叫最高 最高的现在的息率是 大概是中国水贸 14.6厘 但是你看到371厘 都去到4.5厘 其实不是差太远 我想大家除了选择收息 就是很简单地看息的背后之外 都要看是否真的降到的盈利能力 就是你收息得来 你追求长期的一个收息 你本身的股份的盈利一定是稳定的 或者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以过去这些 就是刚才那几次的比较 其实明显的是371 过去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 甚至以规模来说 都是比较大很多 其他人比较小很多 所以这么小的话 其实特别以内地这一刻 如果以做一些污水处理 做一些供水服务的公司 其实是比较分散的 如果这么小又分散的话 面对竞争其实很大 面对相对这么小的话 其实竞争优势就不是那么明显 很害怕你说 这一年可能盈利OK 但下年未必继续 但反而不控 相对规模比较大 它能够保持到 比较稳定一点的盈利表现 所以如果以个案的盈利能力 再加上息率也是叫偏高的话 其实我觉得以收息的来说 其实它相对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不过做这一类型的公用事务 在国内你都知道很受过政策影响 政策是否支持他们 你就看需求 早几年我们一直都听着 其实这一阵都是 当经济比较放慢之后 内地都很大规模的希望 调整基建 调整经济 加大成分成真化 PPP的项目 未来几年是否可以继续 现在看公司方面 旗来的新项目的设计能力 是135万吨 但同时有部份是退出了 公共有41万吨 平均拉开每日的设计能力 都可以有得性 升幅大概2.5% 但公司没有提到 未来将来究竟是怎样 怎样展望下半年的情况 当然我自己觉得 如果以另一个体 可能相关污水处理 供水公司的能力指标 就是刚才提到的设计能力 数字 你记得到 今次不容水务的每日 总设计能力的数字 其实对比去年年底来说 其实还是有得性 虽然升幅不多 2.5% 但也有一个轻微上升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 都挺配合到内地的发展方向 因为正如你所说 早几年代经常说的 一些成证化 一些叫做基建 那样东西 没错 这一刻不是说不做 总是在做的 但是明显地就是 那个步伐 已经由以前 可能打个比例由0 去到可能1 和现在1 去到1.5 其实那个变幅 一定是之前会快很多 所以现在明显地会慢一点 其实很正常 再加上内地的成证法律 其实都开始去到一个 比较高一点的水平 所以很难要求 这个设计能力 会突然有一个很爆发的增长 我觉得其实预期回来 都只是一个稳定一点 去出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自己觉得 只要不是说突然间 那个总设计能力 是因为国别退出项目 是突然间多了很多 而可能按半年来说 有一个很明显跌幅的话 暂时又好像未听到声音 那究竟应该有的未出 还是暂时可能都集中在内需多些 我觉得政策一定集中在内需多些 但反正说 他这刻不提 又不等于不扶持这个行业 因为看过去13.5 也好 其实对内地一些水规划的策略 其实到来年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而且以内地在污水处理 或者工水方面也好 其实收过处理费 其实都看到过去有一个稳步上升的架局 虽然不多 但也有微升 虽然无论是收费也好 或者是水质的划分也好 都意味着这个行业 都有一定增长的潜力 但只不过盈利增速就真的不会特别快 OK 看看股价的技术走势 今早就一个月低位试过 3.9这个水平 很明显是两只脚 但问题是否可以守得住 我觉得这些位是关键的 3.9、4元这些位 你看到过去几次都是这些位 顶完之后就重复上去 所以我想如果这一刻不穿的话 其实有些条件是做高一点的 但你说会不会穿呢 刚才刚才提到就是业绩 我觉得整体来说又不是特别大问题 再加上股价也不是贵 我想3.9这些大位是应该守得住 所以它变相未有货 而是做一些中线收下息之余 可能股价升的话 其实这些位置慢慢考虑一下 都可以留意 好,不过你去到业务美市 现在已经打回了 股价很幸福了 看下来的走势会是怎样